中国那边了 40度 但是我比较喜欢冬天的 冬天比较 凉爽很多 还差两个月就凉了 你去过中国北方吗 呀 这么大老鼠 很气啊 太 太热了 好大一只老鼠 你不看一眼 跑了 老鼠哪里都有 我发现一般到了南方 那个老鼠就特别大 我飞别的地方 那来给你拍一张 再见了 奶奶 拜拜 拜拜 谢谢你啊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伯伯 好 再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怎么了大老鼠 哎 怎么了大老鼠 我帮你 还没出发吗 还没出发吗 真有意思 你说哪怕我们认识了两天发一个这个也能理解 认识这么久发一个嗯很开心认识你 哈哈 我本来那时候想给他回一个你是没话的是吧 后来我结果不太好就没回 哈哈哈哈 哎 OK 我走了拜拜 走了 嗯 真走了 要不一会儿坐车来不及了 哎 几点是啊 我还没买票呢 但是我觉得一会儿来不及了 走了 过一天再来 我今天从吉隆坡离开了 我去下一个地方 吉马轮 今天走的时候没有再拍任何视频了 只拍了我跟我朋友分别 跟老奶奶分别的视频 今天路上我 车太多 今天买了那个票 你们真的跟我说对了 到吉马轮车真的不是很多 我今天是 几点 两点 二十到这边 到这里的 到TBS这儿 一直在买车票 然后 到现在买了 是三点差不多 我一会儿三点 四十五的车 我估计到吉马轮 天已经黑了 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今天前面有一个人买票 他们一大家子 拎了很多东西 到他了 他没取钱 哎 这边工作人员对他比较好 他耐心等他到他取钱 我们前面那些人都炸了 不是你买票 你不知道你要花多少钱吗 走吧 但是没关系 没影响我的心情 又来到了TBS的车站 又来到了TBS的车站 Let's go 出发 先找个坐坐下 太累了 幸亏问了一下收货 看哪个是我的 刚才幸亏问了一下 前台这个收购员 我说这个收货车 因为我的车是3点45 还是你的 我那种时间一看是3点半 幸亏我问了一下 我不问我这车就走了 太幸运了 又是我自己单独坐一排小坐 这就是这个工作人员 刚才他跟我说的 来先休息一下 准备出发了 我估计我是到了 今晚了 已经天黑了 从这到那边 就三个多小时 4点 5点 6点 7点 7点多 估计天黑了 第一次坐车晕车了 中间可以下来休息一下 然后可以上休息一下 然后他这有很空 好的 第二次坐车晕车 坐车晕车 给我一个 对吗 给我一个 是的 对 对 然后一个 对 好 对 一 两 两 对 对 太难受了 我现在 好 对 您 对 两 两 两 好 对 好,谢谢 谢谢 买这个吧,尝一下 终于能缓一缓,太难受了 在马来西亚这边规定呢 这个车每开一段 它中间要来这个服务区那儿 让大家上厕所 也防止大家会坐车 运车 不管这个路程有多远也多近 中间肯定会休息一次的 我从下午三点多这一座现在 现在是 好吧,时间晚上八点 我还运车了 终于到了进马轮了 我跟你们说的一样 这里就好冷 就是有一种 来到了秋天的感觉 特别凉上 我现在要赶紧 去个住的地方 太恶心了 一路想吐 它这个车其实挺温馨的 还给你个带子 今天来金马轮 是我所有在马来西亚旅途中 最难受的一天 我朋友还跟我说 去那儿小心一点 因为会容易堵车 我说堵车这个没办法 我也小心不了 这个我也避免不了 没有想到从到了 就是从出发 刚开始还好 越到这山里边堵车越来越严重 哇那一瞬间真的超级超级难受 一路我就 睡觉 我也不敢玩手机 一路跌跌撞撞 中间还差一点 我就提前下车了 因为它有一站 我不知道那站叫什么 距离这个金马轮高原 就是我住的地方 有20分钟坐车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 我现在不行 我去走路吧 我一看到一查 走路 20分钟 这不是走路两个小时 没有下 然后一直忍呢 把那忍到现在 我也不错 来这儿先吃一点东西 冰魂淡淡淡淡淡 然后 跟服务员说我想吃辣椒 服务员就给我拿了这么多 吃完这个瞬间不会觉得暈车了 今天主题就是吃东西 今天主题就是吃东西 而且今天入住那个星水特别好 仙台小姐也是大马华人 哇 服务态度是超级超级棒 而且中国说 你有什么不懂的 你可以找我有什么干嘛 我中间我还问他 我说你是台湾人吗 说话这么温的 因为 它是我遇到所有大马华人里边 说话最温柔的 就是人家长得也好看 就是人家长得也好看 反正不管了 好 说歹说 今天都已经到这里了 那接下来 我要 好好欣赏一下 进马华了 但是果然不是不虚传 这边真的超级冷